最新一期的香港动向杂志披露 中共公检法三巨头 因为和上司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长期内讧而先后请辞 这是近期王立军事件引发中南海内斗风波中 又一则爆炸性消息 有评论指出 过去十几年来 罗干和周永康一手造成的巨大民怨 使得公检法司部门从上到下 人员都担心日后遭到清算 所以都不愿意再为周永康和政法委背黑锅 据报道 公安部长孟建柱曾于2009年和2010年 两次向中共国务院请辞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去年3月下旬 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提交辞职信 并请了一周的病假 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在2010年曾上书政治局 批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 因此和周永康杠上 事后曹建明提出辞职 报道说曹建明本来是中央政治局 内定政法系统一把手的接班人选 不过这一消息没有获得中共官方的证实 中国海外网络作家夏小强认为 这三人的请辞说明现在周永康大势已去 众叛亲离 他们已经不愿再为周永康背黑锅了 我觉得随着胡温联手习近平后的强势出击 对江派势力不利的消息不断的传出来 可以预计原来江派阵营中的高层官员 比如像黄岐帆那样的迅速的倒戈转向 这样的情况会不断的出现 这样呢也就显示出来 现在是胡温公开逮捕周永康 并清算江泽民罪行的最佳的时机 夏小强指出 自江泽民掌权以来 罗干周永康两名政法委书记 分别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的政法委变成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一个部门 工前法司部门被迫受政法委系统的控制 不能够按照法律独立办案 据了解 目前在中国大陆 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 面对有关法轮功学员和维权人士的案件质询时 常常无奈的说 我们没有办法 这是上面压下来的 你们去找政法委或610办公室吧 这次周永康的后院提火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 公检法系统要想维持中共日暮图穷的专制统治 已经很困难了 蓝述披露 中国很多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每个月就要换一批看守人员 共产党和人性作对反人类 并不等于每一个共产党员 或者是共产专政下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没有人性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公检法的这些 特别是公安系统 他们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之中 他每天这些 他也要跟他自己的人性作对 那么你想有多少人天天愿意 跟自己善良的一面作对 这是很难继续下去的 而让公检法系统去维护中共所被稳定的根本原因 蓝述认为是这几大系统的利益 你人人都跟真善忍作对 那么你大家都是完全为了利益走在一起 那这个利益就很难摆得平 夏小强说 公检法司三巨头作为中共的最高层人物 比普通民众更了解中共的现状和真实内幕 他们都有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 那么胡温也更应该明白这一点 所以希望胡温能够顺应天意 利用手中的权力 为中国的民众和未来做点事情 那就是彻底清算江家帮的罪恶